我要快算 今天还是晚间新闻 我是音儒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的是 屏东发生了 有同事吵架 结果呢 有这个持刀划伤脖子的事件 在屏东有名繁星男子 疑似是不满职场上的工作分配 上个月28号 几杯黄汤下注之后 就持刀架住了赖姓同事的脖子 眼见对方道歉了 他又锁定另外一名无姓同事 再度徒手追逐 结果呢 这起冲突是造成了两个人受伤 男子情绪 举激动 就算原警到场 他依旧气焉嚣张 眼看嫌犯入骂脏话 原警立刻上前逮人 嫌犯遭压制在地 原来烧倒前 他持刀挟持 甚至划伤被害人脖子 救护接获通报 也赶紧前往救援 就怕伤者失血过多 所有原警也将嫌犯 带回派出所侦办 事发在上月28号下午 屏东某间酒吧内 当时凡姓男子疑似不满 职场工作分配等因素 即被黄汤下肚 他竟持刀架住 赖姓同事的脖子 眼看对方道歉后 他又把目标转往 另一名无姓同事 上前徒手追逐过程中 也害了无姓被害人摔倒 直到警方抵达 嫌犯暴行才遭制止 赖姓被害人 颈部遭划伤约7公分 无姓被害人着手掌擦伤 经包扎缝合后均无大碍 警巡后嫌犯依杀人未遂 恐吓等罪嫌移送侦办 双手上铐 嫌犯遭移送 据了解凡姓嫌犯曾有公共危险 伤害等不良记录 这回趁着酒意 持刀找同事理论泄愤 就此注下大错 如今酒醒再懊悔 都已经没有用 记得素贵朋友们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